哈嘍大家好 瑞丸です 一呦一呦 终于等到了 我们的干尼希特 纪希特终于要极限Z觉醒了 哇 老实说 这一个月我就一直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就没有一张限定卡的极限Z或者L奥的极限Z 原来官方在跟我们藏啊 藏到现在才出来 呀 第六宇宙 终于复活了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这洛洛的形态吧 第六宇宙类别 气力加3 雪攻防178up 然后这个队长剂啦 然后宇宙生存篇类别的气力加3 雪攻防150up 算是很不错的队长剂 可惜啊 都被我们的凯夫拉期待 不过这一轮他会拿回他的自己的颜面 OK 然后必杀技的话就很普通 超觉特大伤害 然后中确立气绝 再来最重要的被动 攻击死敌人两回合攻击下降 然后防御80%下降 然后高确立一回合气绝 再来就是必杀技发动时攻击120%up 最后就是攻击的对手处在气绝状态的场合 攻击再加80% 然后全属性效果霸群这样子 我们单看这个能力其实是很不错的 可是就是来到现阶段的环境 已经是完全不行了 没有防御力的角色就是10 OK 这边的话 我这边是这个样子 然后连接也差不多了 那么进入正式的主题 也就是我们的季希特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他极限后彩星的数字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 血量有到达2万2 攻击可以超过2万 然后防御力只有一万出头 防御方面就确实是偏低了 可能就可以靠一点 那个技能力把它拉高 第六宇宙的那个银技能力 直接加600是非常高的 可以把它的那个防御力 拉得相当相当的高 OK 这个就是它的数值 接着嘛就是比较重要的了 对长技的加成跟必杀技 这边看一下齁 对长技的话它是 基本趴数是没有什么拉高 第六宇宙类别的气力加4 血共防 170% 这边的话是加了一气 然后在宇宙生存片 这个类别它就有把它的 血共防拉上去160% 原本是150% 然后气力同样是加3 再来重点的其中一个必杀技 一回合防御上升超绝特大伤害 中确力气绝 它的这个气绝的概率 还是一样没有更改 但是就多了一个一回合防御上升 这样子的话对希特来说 就是可以把防御再次拉高一些些 那我是蛮可惜的 它没有给到它防御大幅上升这一点 如果可以给到它防御大幅上升的话 这一张希特的威力会更加更加的猛 因为至少在防御面上 我们是更加安心 老实说这张希特的总和能力 我看上来是 其实在短期战战斗路是更加的合适 但是哪去打长期战也不会太过担心 好接着就是最最最重点的被动了 就是这一边超级长它的被动 哇写作文这样子 我读到都头痛 OK首先就是处在同一个攻击系列 第六宇宙的角色没有一体 则攻防20% up 这边的话希特自己本身就算一个20% 如果处在全第六宇宙 team的话 它就固定可以获得60%的攻防上升 这个是很不错的 可惜跟它连接比较max的角色是那个隶属的GLAN 所以大概率的情况下 在第六宇宙也不是说不能用了 就是说会稍微可惜了一点点 那不过都是OK 接着就是同一条被动了 还是一样 处在同一个攻击系列 全员都是第六宇宙类别时 敌全体啦 中确立弃绝 而这一项的类别是用在战斗路上 非常优秀啦 就跟那只隶属的GLAN一样 一开场 它有机力把对方全体弃绝这样子 老实说这一条是蛮猛的 用来打第六宇宙类别的战斗路 或者宇宙生存片的战斗路 我觉得都是会相当相当的好用啦 嗯 再来就是 必杀技发动时 攻防160% 终于有防御力啦 希特 很好 只是可惜 必杀技发动时 所以 它就不能站在一号位啦 这一点大家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必须要发动必杀技之后 攻防才会提升 也就是说防御力 要在必杀技发动后才有 虽然说是有点可惜 你不能站一号位 但是 那个威力 OK啦 160% 很足够了 而且 上面那一边的 同一个攻击系列 不是说 每一体六宇宙的角色有20%咯 它是跟这一个做相成的 就算是只有希特自己一个人 它的被动也是有高达216%啦 很足够使用的 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好接着就是 攻击的对手处在气劫状态时 攻击再加80% 然后全属性效果吧 这就是跟原本的是一样的啦 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更动 照样是80%这样子 可是就 嗯 在现在来说啦 比较打长期战的情况 很少会用到啦 所以主要的还是它上半部的 下半部的就 在战斗路上才偶尔有用 好再来最后一条就是 攻击死敌人的攻击-20% 然后防御减-80% 两个回合 然后高确力气劫一回合 这个就跟它原本的被动 这边有说到的啦 是一样的 是有点点的可惜啦 在这边没有做了太多更动 不过最重要的防御力 已经是有给了希特了啦 我个人是相当满意啦 这一张已经是 可以直接上到一线的战斗能力了 以后再抽到希特 我终于不用骂它干了 哈哈 不用按干了 这时候 只要还没踩行 抽到它都算赚 因为极限jack之后的能力 确实是嘎嘎嘎嘎的 好最后的话 这个是 大家来看一下吧 我自己是有稍微计算了一下啦 跟基链做搭配的话啦 如果对掌机 我们就是直接把对掌机 安在170%这样子 来计算 OK 跟基链做搭配 然后跟基链搭配的话 连接全满的话 是可以加武器 然后攻击加42% 防御加37%嘛 这边的话 防御力方面 我们先说防御力 在必杀发动前 它是有7万6左右的防御力 然后必杀机发动后 可以高达25万8 这个是财星的数值啦 这边的话 我没有计算 加工或者加防道具 跟普助角色 只是单单跟基链做连接 并且在170%的对掌机下的数据啦 然后攻击力方面 是有高达416万 如果再配上加工道具跟普助 破500万是没有问题的 而这个的话 当然就是没有触发 敌人处在气节状态的效果啦 如果有触发的话 攻击力就再翻上去啦 这个是 可是这种在长期战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机会遇到啦 在短期战的战斗路上才有 不过以416万的攻击能力来说 我觉得是 没什么好嫌弃的吧 哈哈 这么强 防御力也达到了非常足够的标准 这个是跟基链做搭配啦 虽然说在这边 就少了第六宇宙的角色 来提高它的基础被动 但是因为连接上面 拉得上来也算不错 要不然的话 讲真如果主在第六宇宙team的话 那么就是跟 KEFULA KEFULA 还是KEFULA 做连接 哈哈哈 也就只有KEFULA啦 不管是 新的技术KEFULA 或者的隶属KEFULA 嗯 只要有超级战 然后又是第六宇宙的角色 都OK 因为都是同样三条连接啦 历史大会 第六宇宙战士 跟 超级战三条连接 可以如果练到满的话 是有33%的 攻击加成 然后是3%的防御加成 防御加成 防御加成上面是比较低 但是因为会让 这个希特的基础 被动再提高20% 所以还是OK的 主在第六宇宙队 还是OK的啦 可是我个人 是比较希望 可以让他跟 级战佐搭配 因为这边 主上来真的是很忙 而且如果主在 宇宙生存片 我们大部分都会 把那一个 那张叫什么名字啊 突然间想不理 啊 知数的KEFULA 最近才刚刚提前 那张作为普助卡 所以当他 顺到这边来的话 希特的能力 就会获得大幅提升啦 416万是他的最低啦 在彩星状态情况下 这个随随便便 打个六七百万 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哇 这一次的希特真的是 增长得非常的大 哈哈 我个人是很欣慰啊 终于把他拿上来了 那么这边的话 最后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联机这边的点法吧 这个潜能点 我个人是推荐 把他点到15连击 11会星 这个是开两路的情况下啦 然后剩下的 就用技能力来把他推上去 不管是要推会星 或者是推连击都OK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就是这个样子啦 非常非常的强大啦 然后连结这边的话 我个人还在努力中 就差了一些些啦 我会尽快的把他给面上去 到时候等到他极限z 大概也是全部满了 帅啦 希特 你最脱离的干你希特这个 这个称号 有些有些 就 期待一下 到时候官方正式推出来 我们就来使用一下 然后他的 他的特攻 没错的话 应该是第七宇宙啦 或者宇宙生存片 这两个啦 跑不掉的 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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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